對面的話是400隻骷髏戰士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哇靠這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tee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玩史詩戰爭目底下 這遊戲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玩了 它最近推出了一個新的功能 也不算最近啦 已經推出一陣子了 反正就是它可以下載玩家自製的模組來遊玩 我今天是下載了一個傑森 13號星期五的傑森小老弟 搞對上我們的蝙蝠小帥哥啊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啦 來來來來 開打開打開打 衝過去 開砍開砍 回旋踢喔 哇操勒 真假的啊 三兩拳就直接把傑森撂倒了 等一下 我記得傑森不是不死之聲嗎 三兩拳直接被打爆 還是他只是喝醉 倒在地上 好的 我這次又換上了十隻傑森啊 對上一隻蝙蝠俠 來看一下 十隻傑森能不能打贏啊 衝啊 殺啊 又一個迴旋踢 再來再來 哇一隻傑森死掉了 加油卡納 哇 十隻加起來超猛的啊 你看這個刀 上面全部都血啊 這傑森模組其實做的真的不錯啊 來看一下傑森有沒有把他眼睛做出來 哇靠 他那眼睛是怎樣 他只有一隻眼睛的血還在發光啊 像鑽石一樣是哪一招 哇 他那頭皮是綠色的喔 然後後面還背上有幾顆像彈孔的東西啊 我們來看一下蝙蝠俠 哇靠 這蝙蝠俠死的還蠻瀟灑的啊 哇靠 你看他這 他這景深衣 他這個胸肌跟這個腹肌啊 油亮亮的 好 這次一樣是十隻傑森啊 然後對面的陣容呢 我們的防守方改成了這個星際大戰的這個白色小老弟啊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哇哇哇 哇靠 那是怎樣 哇靠 他這射一下那人會往後噴一下喔 哇靠 他這死的也太好笑啊 他這個姿勢到底是怎樣啊 好 沒關係 這一次加碼到五十隻啊 我不相信五十隻還打不贏你們十隻啊 來來來 射射射射射射 哇靠 這個槍法可以再準一點啊 這到底是怎樣 喔 開始跳 開始彈跳 開始彈跳了 這到底是bug還是怎樣 哇靠他們在跳舞是不是 到底是怎樣 喔 一個衝過去一個衝過去了 哇 一刀一隻一刀一隻 哇哇哇哇哇 等一下 這雷射槍到底有沒有傷害啊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死半隻是怎樣 而且他們現在也沒有辦法靠近 我們的這個白色小老弟這邊啊 靠 我們這白色小老弟到底是 行不行啊 哇靠 加把勁行不行 喔 死一隻 死一隻了 OKOKOK 哇 旁邊有一隻邊緣人啊 被打到旁邊去了 加油啊 這只要不要讓傑森靠近 基本上就有機會贏啊 來加油加油 死兩隻 死兩隻了 照這樣的速度這樣打下去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啊 因為我們現在這邊的人數還沒在減少嘛 然後傑森已經死三隻了 好的 沒問題沒問題 其實這個雷射槍 喔 贏了贏了 這雷射槍傷害雖然不高 可是還滿有用的啊 他打那個敵人會往後彈跳 這到底是bug還是怎樣 然後我們這邊死了一隻啊 這個 英勇犧牲 哇 這有夠衰小了 好 這一場一樣是十字傑森啊 不過我們對面呢 改成了閃電boy 以他這個戰鬥力來講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一隻可以抵十隻啦 那不管了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衝啊 哇塞 站在這邊不動 哇 衝啊衝啊衝啊 哇 哇靠 他一個衝刺過去直接一拳一隻啊 而且速度超級快的 各種瞬移欸 哇操 閃電俠真的太強了 好的 沒有關係 我這一場直接一次加碼到了五十隻傑森啊 來吧 開始啦 衝啊 又來又來又來 哇 又開無雙又開無雙了 哇操 哇靠 這個全速這個全速 喔 死咧 我剛才想說 以他剛那個戰鬥力 應該全部五十隻會被他殲滅啊 沒想到還是被砍死啊 我發現我們傑森 反應力雖然沒有很高 但是他攻擊力真的超級高的啊 哇 我們的閃電boy 就這樣子被五十把他開身到砍死了 靠他死不瞑目啊 好啦 這一次我減低了我們傑森的數量 減低到三十隻啊 不過我們對面的陣容也改啦 改成了我們這個美國隊長啊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因為我覺得這美國隊長 應該是連十隻都打不贏啊 喔 還行還行 哇 他這防禦力還不錯 啊 好吧 跟我想的一樣 他可能真的連十隻都打不過啊 他在打死一隻而已 哇靠 直接被亂刀砍死喔 好啦 這場我們來搞一個三方大戰好了 這邊是美國隊長 這邊是傑森啊 再來的話這邊是蝙蝠俠 各二十隻欸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這個蝙蝠俠先去找傑森了 然後美國隊長分成兩邊 哇哇哇 這個美國隊長還蠻聰明的啊 會運用戰術啊 我們這邊 哇已經砍起來了 砍起來了 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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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這個 傑森不堪一擊啊 直接被殲滅了 這邊的話 哇這個盾牌是怎樣 哇操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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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美國隊長他防禦力還蠻高的欸 哇哇哇哇哇 這打勢軍力敵啊 不過 欸他後面有一些人都在裝死 是不是在偷懶啊 呦這還不知道誰輸誰贏喔 欸他這樣看起來好像 我們的蝙蝠俠人數好像比較少啊 喔喔這有機會喔 這我們的美國隊長有機會擺回一層喔 還是說剛剛因為 我們這傑森先跟蝙蝠俠打起來了 喔蝙蝠俠他那個戰力有被削弱一點 感覺蝙蝠俠真的會死喔 現在我們的蝙蝠俠只剩四隻啊 不是啊這後面這幾隻如果不裝死的話找要打完啊 喔贏了贏了 好的這一場呢 我把我們的陣容改成100隻的傑森 對上我們的這個應該是250隻 等一下為什麼只有247啊 算了 這應該是未來戰士之類的吧 看他們的穿著 好啦不管了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哇他們也是用這雷射槍啊 哇又來又來了 這雷射槍打到人又往後跳了 哇還一個後空翻欸 哇這怎樣這怎樣 哇各種彈跳 哇靠 欸等一下怎麼 欸等一下怎麼有 喔岩漿從旁邊流下來是 喔旁邊一堆人已經被岩漿給噴死了喔 等一下等一下這怎樣這怎樣這怎樣 欸這岩漿來搗亂啊 哇彈跳槍真的很好用欸 打到敵人都會往後彈一直彈一直彈 那沒辦法靠近我們啊 哇又一波岩漿下來啦 這一堆人根本就不是被打死 根本就是被這個岩漿噴死了 他們到底在射哪裡啊 這一群人都被裝盲就是往天空射 好啦 基本上也不用看完了啦 這一定是打不贏了 哇這彈跳槍真的人數一多真的是超猛的啊 好這一場呢我把陣容改成了 這應該算是未來機器人吧 未來裝甲機器人250隻 然後對面的話是400隻的骷髏戰士啊 我們這邊骷髏戰士雖然人數比較多啊 不過看這個體型我覺得應該也不用打了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哇靠這 哇他這雷射箱也太大一坨了吧 是怎樣 哇而且他這個射到的人也會彈跳 而且好像彈更遠啊 你看他這後面一堆骷髏戰士被彈到哪裡去了 哇死一坨了喔 哇哇哇哇這完全沒辦法靠近啊 這連打都不用打了嗎 哇有一隻衝到前面去了 哇又被打飛了 哇靠 哇好猛喔 他這超大一坨 哇哇哇哇哇哇 這完全不堪一擊啊 目前只可以 Way 好的這場呢我又增加這個 攻擊方的隊伍數量啊 增加了400隻的光頭殭屍啊 好了那我們就直接啊 就開始吧 哦又來又來又來 嗚嗚嗚 齁齁 齁齁 幹這看的還蠻療癒啦 這很像海嘯欸 海浪在往後噴 衝啊衝啊 哇這個殭屍 光頭殭屍還蠻耐打的喔 唉唷 怎麼有個人飛過去了 加油啊 反正我們現在就一定要用人數來擰壓 用數量來擰壓 衝啊衝過去啊 哇這攻擊力不太行啊 哇這完全不行啊 這 雖然衝到前面這打他們不會痛的喔 哇這裝甲防禦 到底多高喔 來來來來來 哇這死一坨了 死一堆了 等一下 這裝甲車真的是完全沒有死半隻啊 哇再這樣下去也不行 哇我們的光頭小老弟已經全部死亡了 還剩下一些骷髏戰士啊 啊不行 這裝甲戰士真的是太強了 好的 這場我改變了攻勢啊 這兩邊各一千隻啊 而且是雙面夾擊啊 這樣用包抄的方式應該可以打贏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有有有有 這樣子我們可以分散戰力啊 衝啊 哇靠 你看這 哇這很好笑欸這畫面 這邊也開始打起來了 這邊也開始打起來了 我還是這樣子俯瞰 比較清楚一點啊 哇 我這樣應該可以喔 這兩邊現在是非常快的速度已經貼近了 不過我們這個 裝甲戰車這個數量還是沒在減少 還是250隻啊 等一下該不會這樣也打不贏吧 太扯了喔 我們這樣兩邊人數加起來兩千隻還打不贏 而且我們現在的數量集訓下降當中啊 現在是上一千三百多隻了 哇照這樣的速度看來是一定打不贏啊 這他們還是250隻啊 連一隻都沒死掉是哪一招 他們到底有沒有打到啊 有啊這樣子 拳頭在打 不是啊 我們這邊的骷髏戰士至少還有劍跟盾啊 哇這樣啊 打不贏了打不贏了 欸好扯喔 這完全沒死半隻欸 好啦 看來這些上司真的要打贏這些是沒辦法了 那我這次就直接造出50隻的這個閃電俠啊 50隻應該就夠了啦 以他們的速度 來來來衝過去衝 哇靠這什麼鬼 哇哇哇衝啊衝啊衝啊 加油加油加油 喔可以可以可以 哇這樣才對嘛 哇這攻擊力這攻擊力有喔 哇他這一直被打飛然後一直在跑回來 那蠻好笑的 可以可以可以 欸好猛喔 欸閃電俠現在沒有死半隻欸 可能是因為他們的速度移動速度太快了 他那個幾乎打不到他們啊 那攻擊 哇來來來來 哇 哇哇 全軍覆沒 而且我沒死半隻啊 好猛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啦 這遊戲其實還有很多新的模組可以玩啊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讚 那我下次可以再玩其他新的角色模組給大家看啊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 不見面前來 啥 不見面前 які 好 嘻